让漫画更精彩 熊熊动漫解说 别忘记三连哦 杜鸡兄妹变鬼其实另有隐情 上贤之六兄妹中 继夫太郎的实力一直都被吴采所认可 但杜鸡却经常受到责骂 吴采认为继夫太郎带着她就是一种负担 为什么继夫太郎会对妹妹如此执着 在小梅刚出生的时候 母亲就对她头发和眼睛的颜色感到恶心 以至于想要掐死她 当时是继夫太郎救了妹妹的命 从此小梅变成了根屁虫 只要离开继夫太郎就会哭 终有一天 母亲再次对小梅施暴 想要剃掉她的头发 忍无可忍的继夫太郎大发雷霆 这次她闹得天翻地覆 从这一天开始 家里的关系发生了改变 母亲开始害怕继夫太郎 并逐渐远离她 长大的小梅也显露出绝美的气质 走在大街上就会被搭讪 只要她抱以微笑还会收到各种礼物 继夫太郎意识到苦日子终于到头了 从今以后妹妹再也不会挨饿了 却不成想发生了妹妹被武士焚杀的惨剧 而这件事的起因也值得一提 小梅之所以会戳瞎武士的眼睛 根本原因其实是武士侮辱了自己的哥哥继夫太郎